老法师曾经讲到等着菩萨流霍运身 以广大了慈悲心的在现身教救度众生 否则成了究竟佛苦 断了最后一瓶身相无名 只有能量存在 不会变成物质 请问为什么阿弥陀佛 曾极次现身受佛世界度众生 这个阿弥陀佛也是流霍运身 所有一切祝福菩萨 祝福如来都是这样 为什么称他是佛呢 他确实称了佛路 为什么他留这个身相无名呢 这是他无尽的慈悲 他能做得到 这个不是别人可以做到的 他可以做到 对那些人得做不到 是什么也能做到